Hi 大家好 我是El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就是要來淘湖開箱 這次跟之前有些不同的 就是已經在私底下開了箱 還有試好伸套看清楚 這樣之後才再給大家最真心的評論 今天我主要買的東西都是一些衣服 第一套就是我現在上身這一套 上身衣服就是一個科領的白色的針織衣 下身是一條很普通的臥底褲 可以說一下上身衣服的質地 這個針織衣服是比較軟熟的 但是它也比較厚 所以我覺得在夏天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在冷氣房工作 才會比較適合穿 又不會說很貼住你的手臂 所以也不會說如果你有 包包肉或者手臂粥的問題 也不會太過節奏 然後呢 這條牛仔褲的話 它就是一個老爹褲的版型 有一點好像追形 下面收腳的 現在這條的顏色是一個新服古藍色 它就有一點比較偏黃的顏色 都是很容易就可以伸到上 而且它是高腰的 所以就算我現在穿這件上身衣服 是比較短板一點 都不會穿到那個肚子出來 那這就去到第二套 那我就是上身都照配了這件白色上身衣服 但是呢 我裏面呢 就會配襯一條 這樣子的吊帶裙 那這條吊帶裙的質地 是非常厚實的 那質地是真的蠻好 而且它的線是全部都是亂的 就是不是印上去 但是這一條裙呢 適合一些比較 就是上來沒那麼豐滿的女生 因為上身是蠻窄的 但是去到下身的時候 它是A字這樣的形狀 那如果你大腿 比較粗 理形身材 或者假垮寬 那這樣呢 你都可以修飾到 而且它的長度也不會太短 雖然它是一個所謂的短裙 但是它都是去到大腿中間的位置 那第三套呢 都是用這條裙的 那我上身就會配上一件 駝式的針織衣 那這個針織呢 就比起我現在穿的針織是計算更加細的 那它都是一個很舒服 很軟熟 還有很滑的質地 那但是它的質地就會再薄一些 那夏天穿起來會更加清爽的 那它是一個正常版的衣服 那如果你可能配半支裙 或者配褲的時候呢 那攝織衣就會更加好看 還有它是一個偏高的圓領 那就不會像這個方領 那可能比較容易走光 那就不會有些問題 但是它的袖位呢 那就是比較貼手臂的 那所以如果你手臂是比較肥的話呢 那就這個位置要考慮一下 那剛才如果襯這個白色的針織衣的時候呢 我就是把這條裙是藏在裡面的 那而這一件呢 我就會把它是放在條裙的裡面 那就好像做了一個打底衣 那我覺得這一條裙呢 都算是有很多白疊啦 就是你可以重複這樣穿 而又可以給到不同感覺人家啦 那因為這條裙呢 它是沒有打底褲的啦 那而它也算是一個比較短的裙的版型啦 那所以我就會建議會穿上一個打底褲啦 那我這次呢 都淘了一條我挺滿意的打底褲啦 那就是這一條的 那它的質地呢 就是一個鯊魚褲的質地啦 那它的橡筋呢 是挺硬的 那就是 就是會可以做到一個修復的感覺啦 那還有 它在屁股那些位置呢 都有做到一些特別的剪裁這樣啦 那就可以幫你剪裙啦 那我真的穿了下去呢 就是覺得自己的小腹是立刻沒有了啦 然後還有屁股都會撩起來了 所以它的效果我覺得挺明顯的 但是如果你說看它的尺寸的話呢 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買大一個尺寸 因為其實它也是挺緊的 所以我怕如果你買得太合身的話呢 就會阻礙一個血液循環 那就不是很好啦 那這條褲呢 我是真的好推薦啦 推薦到是我那時候就這樣撕打下屎 我真的很想連穿褲的時候呢 都可以穿著這條褲呢 那效果就真的漂亮很多啦 好 接著呢 就再說一下這件鴕色衣呢 可以有些什麼配搭啦 那我就配搭了一條綠色的裙的 那就是一條均綠色的裙啦 那它本身呢 一身過來是看到一塊好像長方形的布啦 然後加兩條帶不知道想怎樣的 那但是呢 其實只要你索了這條帶呢 就會好像一個花瓣的邊邊啦 還有呢 就會立刻A的樣子啦 那它呢 但是呢 有一件事不好就是 它是真的裙來的啦 那都是要配合剛才那條打底褲啦 那它旁邊這裡有兩個袋子的 那就可以載到很多東西啦 它的質地的話呢 就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 就是不會說不舒服啦 但是也不會說是特別舒服的 那當然穿下一套啦 上身衣呢 就是這件會綁帶的一個V領的衣服啦 它的V呢都是有一點點大的 那但是又沒去到說會露空的那樣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比較保守的人 就要注意一下啦 那它下面呢 就是有兩邊的蝴蝶結的 那就通常你看到的那些呢 都是在中間這裡是一條的那樣啦 那所以這個是有兩邊 都是有這樣的綁帶設計 就會比較特別一點的 那它的質地就是有一點點像那些麻布質地 那所以呢 它就比較容易點抹 而且它的顏色呢偏黃 那所以呢 就有一點點舊的感覺啦 就好像那些衣服放了很久 所以黃了的感覺啦 其實它本身是這樣的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想清楚那個顏色才好買啦 那而下身呢 我也是配了一條長的牛仔褲的 那這一條褲呢 其實是跟我現在穿的這條是同一個模特兒來的 那只不過它是一個人的顏色啦 那這個就是一個天藍的新藍色 那這條褲呢 很好就是它是有橡筋在後面的 那所以你如果瘦一點 又肥一點啊 那樣的彈性就會大一點啦 那這件綁帶的上衣呢 除了搭了長的牛仔褲呢 還搭了這個短的牛仔褲呢 那這條短的牛仔褲呢 就很明顯的A字版型來的 那它下面是有一個 好像摺了褲的這樣的邊啦 那是車死了的 那然後它這裏是有兩粒的扭 不過這一條呢就是沒有一個鬆緊的腰 那所以就自己要量好尺寸 那它的尺寸是準的 那所以自己看適合就OK的啦 那這三條牛仔褲呢 它都不是說一些特別好硬 好挺的牛仔褲 它都是屬於比較軟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要一些好挺的話呢 那它就未必是你的那杯茶啦 那最後一套呢 其實我只是想介紹一下這條裙的 那但是我都有幫它搭到一件衣服的 那上衣服呢 我就隨便搭了一件 是深藍色的T恤啦 好隨便的 那我覺得其實剛才 所有的上衣服呢 都其實可以搭的 那這一條就是一條長的牛仔褲 長到現在鏡頭已經進不進去的 它好處呢就是這一邊 可以調整中間屌腰的啦 那但是不好處呢 我覺得它的扭呢 是有點噁心啦 它還要有五顆扭在這裡 那它的顏色呢就是偏一個淺藍色的 那淺藍色偏黃啦 因為你看到它的線呢 都是黃色的 那而後面呢就是有一個開叉的設計啦 就當你穿長裙的時候呢 那我真的會看得很清楚 就一定要有開叉的設計啦 這樣才可以不會令到你走路滾滾滾的 那呢除了買了一些上衣服 下衣服和裙子之外呢 我還買了一件外套呢 那就是一件橫色的外套 那它的質地是一種薄的 平時那些衣衣那些質地來的 我還沒拆它的牌 那它呢 它和它的照片呢 我覺得是有出入的 因為我那時候是看到它的帶是幾特別啦 就是有綁好了 還有它下面呢 不是這樣的修口的啦 但我不知道它回到來是這樣的啦 那而它的線頭呢 是真是超級無敵多的 它在周圍都有啦 我真的剪了極都有 而它是一個超級的衣服啦 那我覺得夏天的話呢 那我經常都會吹牛一些冷氣的地方 那可以隨身這樣戴著一件外套呢 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這件外套都很容易搭 搭什麼衣服其實都可以穿的啦 好 那最後呢 就講一些不關三副鞋什麼事的東西啦 那首先呢 就是這一塊東西 那它是一塊鏡 但是呢 那時候我買的時候 其實我是買了白色啦 但是它最後送了這個薄荷綠色 不是說這隻色不漂亮啦 但是跟我想像中是有出入啦 那它呢 就是這樣的 那這邊呢 是有燈的啦 那另外這邊呢 是一個 看大了一倍的鏡 那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大眼鏡的女生 那我近時 散光都比較深啦 那有時候不斷控著一塊鏡 那真的很難可以化妝啊 那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兩倍鏡 還有這個鏡呢 其實都可以做其他用途啦 就是打燈啊照明啊 那樣都很方便啦 那有時候在一些黑一點的環境化妝的話 那你都可以看到自己究竟化到什麼 那就是不要化到整隻鬼 或者落手太重 那樣奇怪就不太好啦 那這個鏡就是有這個好處啦 那但是它後面呢 就是換這個電池的 那它是用這一種 不知道這種叫什麼電池啦 那但是這些電池我覺得比較難配 就是比起平時2A、3A的電池 就真的麻煩一點 其實淘寶上面都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款式啦 例如可以充電的 那這樣就要用到這些電池 對哦 之前好像買這個 它那時候真的說說可以充電的 真奇大發現 我要去投訴它啦 那最後就是這個啦 那就是一個化妝掃的袋來的 那我買了黑色啦 那好像還有其他顏色的 那就是淺色一點啦 那但是為什麼我要買黑色呢 那我覺得化妝掃呢 就算你怎樣洗呢 可能都會有些粉黏在上面啦 那黑色的話呢 那你洗不到啦 眼不見為正啦 那它是這樣一個泊樓的 那它這個很方便啦 不過它有些不太好呢 就是我看到這裡是有Logo啦 那如果有些是不喜歡Logo的人呢 那這個位置就可能會有點Hesitation啦 那我買這個之所以啦 是因為之前我是用那些 別人送 隨便裝著化妝掃的 一個膠的袋子 那那個已經發黃色了 那所以我就打算買一個新的化妝掃的袋 那它都可以放到幾多支化妝掃的 就是容量都很大的 但是就不可以放那些很粗很大的那些 那因為它 你看到它就變得是很便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就按個like啦 分享給你的親朋情友 還有I'm Come Boss 告訴我 你想要看我拍什麼影片啦 還有記得按訂閱我的旁邊的鈴鐺 才不會忘了我最新的通知 還有follow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明天见